圣桃山民圣世界旗下一共是6家酒店 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定位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体验这家2012年开业的一毫酒店 披尼圣桃山热的与您而建的一毫酒店 宛如镶嵌在绿宝石上的明珠 将宾客引入一片绿意盎然的世外桃源 这里就是酒店的花园庭院及户外庭格 是举行婚礼、鸡尾酒会的理想场所 你知道吗?酒店室内的吊扇是由酒店建设时回收的木材制成 是不是非常环保? 而且所有客房都是无锡烟房 一毫酒店定位为舒适、清静自然 适合热爱大自然或喜欢清静的宾客 现在咱们就去看看酒店的客房是否也能带给你如此的感受吧 这个豪华远景房一共是100平米 房间的面积是51平米 阳台几乎和房间是一样大 房间与外面的大阳台连通一体 显得非常宽敞 从阳台远眺 可将葱脆森林、碧海美景、尽收眼底 感觉整个身心都融入了大自然的怀抱 房间的布置和装潢非常雅致 仅仅51平米的空间还放置了一个沙发 一个茶几和一个工作台 而且也不会显得凌乱和拥挤 客房的内部装潢以咖啡色、紫红及浅棕色等大自然中性色调为主 并配以颜色深浅不一的松木家具 房间的格局很巧妙 浴室和卧房看上去有一堵墙相隔 但其实这幅画就像是窗帘一样 把这幅画卷上去就变成了一个半开放浴室 这样整个空间就更加通透了 以前对新加坡的酒店总是提不起兴趣 觉得如此城市化的新加坡 哪能给人带来度假感 可是最近慢慢发觉 小小的新加坡其实也隐藏了许多绝佳的度假酒店 比如这家 Bitch Vena 这家酒店共有35栋别墅 每栋别墅都非常的奢华典雅 我今天入住的是一栋三房别墅 我们进去看看吧 这栋别墅共477平米 一层334平米 二层143平米 整个屋子宽敞不压抑 史类的设计洋溢着都市热带风情 中性色调与质感丰富的木材 石块及天然的物料相映成趣 除了客厅可以会客 往这边走呢 还有一个私人SPA 客厅外就是别墅特有的大型专属私人泳池 让你尽享畅游的欢乐 这栋别墅一共有三间超大型卧房 可以通向外面的木制露台 闲暇时在这个木制露台上享受日光玉 感觉顶刻间所有的纷扰都烟消云散了 奢华体贴的客房设备 彰显酒店细致周到的服务 住在这里可以拥有24小时的私人管家 如果想去圣桃沙其他的景点 可以随时打电话叫bagging 别墅的二楼是两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是一个标准尖 带一个很大的阳台 从今还提供了两种拖鞋功力选择 我现在脚上穿的这种呢 就是用可再生物料自作成的拖鞋 是为了配合圣桃沙的低碳计划 另一个卧室呢是全落地窗 这里也是一个超大浴室 这个浴室的装修特别有佳的感觉 这边除了一般酒店提供的保险柜啊 浴巾之外 还有一个防纹三件套 是不是很贴心 Bitch Vina的安静舒适 和令人惊艳的别墅套房和美景 贴心周到的私人管家服务 让我在此处拥有了一个 真正远离城市喧嚣的假期 曾经到过许多不同的国家 住过许多高档的酒店 然后现在才发现 原来不用飞越万水千山 因为美好就在身边 外出度假酒店非常重要 千篇一律的商务酒店让人感到乏味 每每看到杂志上 网上那些非洲的野蛇酒店 都会被深深吸引 你是否也和我一样 更渴望与大自然进一步亲密接触呢 悄悄地告诉你 不用去非洲 圣桃沙的这间触灌豪格也能满足你 两间风格独特的青木和香灰泥单卧阁楼 常立于绿林散盖之中 七深高空 极尽私密清幽 令追寻自然的女人 心持神网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去探索素屋里的秘密吧 房间面积94平米 并附设超过90平米的室外露台 露台围绕每间套房建造 是举办私人派对的极佳选择 打开房门 客厅宽敞开阔 五至六米高的木制天花板结构 让整个室内设计摩登时尚自然简约 酒店提供的纯净水 也是采用可再生资源的包装 奢华的客房设备和个性化的私人管家服务 让你在重返自然之时享受五星级的舒适体验 所有的落地玻璃移门及窗户都附有防蚊沙网 我们不用担心住在这里会喂蚊子了 屋子采用悬壁的建造方式 固定在四只直径为1.3米的支柱上 这些支柱无论外形还是质感 都与别墅所身处的巨树非常相似 树冠豪格有两个空中小木屋 一个是离地12米 另外一个离地7米 它们所处的不同高度形成的层次感 使树屋更添趣味性 住在这里感觉自己变身成森林中的一只小动物 回归自然 融入到森林里的大家庭中 站在露台上可以近距离地观赏珍稀古树 以及偶然遇见的野生动物 还可以看到北面花柏山以及 圣桃沙之间往返的南车 这里的富氧离子真多啊 让人不得不陶醉在这绿意盎然的田径环境之中 住在这么一间古藤环绕 绿叶环抱的树屋 与新月同期 伴崇明入眠 在微风和了明中醒来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隐居山林的亲近生活 上一期我带大家庆居在森林中的树屋 这一期我要带你们下海底世界 位于圣桃沙民圣世界SEA海洋馆 有11间富氏海景套房 这个海景不是看澎湃的大海 而是看安静神秘的海底世界 我现在拿到的是最特别的一间 908 海景套房采用的是双层富氏设计 面积共有93平米 下层的这个海底观景窗 就是套房的最大亮点 为了确保客人观赏海洋生物时 能有最佳的体验 套房内的灯光是精心设计的 当观景窗的幕布拉开后 房间灯光会自动调暗 落地窗两侧 以及天花板上的蓝色LED灯 也会自动亮起 令室内和窗外海底世界融为一体 非常的梦幻 站在这里就仿佛置身于真正的海底世界 坐在窗前看鱼群漫游 身心也会沉浸松弛 哇 好大一只鱼要来了 躺在床上可以透过落地观景窗 欣赏到超过70种海洋生物 在水中尽情畅游的美料奇迹 一直很想玩深浅 到神奇的海底世界探索一番 可是我也很怕水一直没能实现 现在有鱼儿伴我入眠 这样触手可及的海底生活体验 圆了我的海底梦 在观景窗的木板下方也隐藏了一个浴缸 可以一边享受泡泡浴 一边欣赏海底世界 仿佛感觉自己也化身成一条鱼 与伙伴们同游 而当观景窗全部关闭时 房间的灯会自动打开 房内的光线也不会干扰到海底生物 这个房间的设计是欧式风格 你看这么多的镜子啊 特别复古 看完了第一层 那咱们现在去楼上看看第二层长什么样吧 楼上是开阔的日常生活空间 客厅带有阳台 户外有个按摩池和休闲躺椅 这里私密心也非常好 豪华的硬件设施和个性化的私人管家服务 让人感觉无比的享受和舒适 虽然房间价格不菲 但一直很火爆 如果想要入住这里的套房 至少提前两个月以上预定最保险 想要在盛桃上名声世界众多酒店里玩出创意 耍出个性 海底套房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 今天我就来体验这家圣桃沙 索菲特水寮度假酒店 一听这名字是不是就感觉特别放松 这家酒店于2014年开业 一共有215间客房和套房 今天我是这房间的主人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们一起去我的房间 好 这其实不是双人床这是单人床 接下来我们再参观我们很大很大的卫生间 这是我的行李箱 我最爱在这里泡澡 咦 这是我的更衣室 这是我的更衣室 大家好 这是我的大客厅 大家好 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 然后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就是这个玩意儿 虽然我们不喝酒了 但是这个是 呀 这是酒 接下来带你们去我妈妈的房间 Let's go 然后我妈妈的房间是个双人床 这是我妈妈的浴室 比我和姐姐的浴室更大哦 嗯 嗯 这是我妈妈和姐姐的行李箱 然后这里是一个浴池 这个浴池非常特别 这是可以一个按摩的浴池 大家好 这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其实住在这个villa的人都会有一部 苹果手机 然后呢 可以随时联系我的私人管家 喂 可以给我来一个一杯果汁吗 这间餐厅Cuisine的装饰不仅华丽气派 还具有法式艺术 供应各种亚洲西式和法式美食 这间餐厅Cuisine的装饰不仅华丽气派 还可以看到远处的船舶呢 那爸是酒店的一间室外凉亭市度假区 白天可以在这里喝个美美的下午茶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可以来杯鸡尾酒吃点夜宵 和朋友谈天说地 这个就是酒店的主游泳池 全长33米 坐在这里椰风树饮 不仅可以玩水 还可以到池边酒吧吃个小吃 喝杯冷饮 我现在就来到索菲特的SoulSpa水疗馆 它被评选为Luxury Urban Escape的世界豪华Spa 2017 亚洲区得主 这里的招牌水疗护理是Euforic & Suzy 解决定 弱雲 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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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